哈囉 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現在 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好像是要準備吃月餅 品餅月餅 那個有名的蔥哥團長 他們家本來是 他們家本來是賣汽車的 結果結果覺得月餅比較好賺 因為疫情沒有賣汽車之後 全家連女婿好像本來是做什麼的 我忘記也賺很多錢的 然後全部都來賣月餅 那你做月餅家啊 對 全家 他們家老到小都在賣 那你怎麼那麼清楚 你是蔥哥的什麼人 沒有啊 剛好上禮拜我看到他的專題報導 喔 真的喔 天啊 我真的很喜歡吃月餅 當然我喜歡 而且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吃蛋黃絲 欸 等一下 給你啊 真的假的 我給他買啊 沒關係啦 快點 他都很大方 記錄一下喔 我們的小靖非常的大方 他給我一顆月餅 所謂的吃人吃到不想吃到 我以後可能要送他一顆足球那麼大的月餅 哈哈哈哈 這足球那麼大啊 太可怕了 裡面可能要二十顆蛋黃 感謝 感謝 謝謝小靖 這個是技嘉的嗎 對 這也是排隊的 喔 這個也是排隊的喔 對對對 這是不二家的師傅出去開的 不二家師傅 那一定有不二家的這個手法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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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豪倫一生平安 好啦 我要來吃啦 欸 啊 冰淇公主你要吃了嗎 沒有 我下午才會吃一大忙沒有辦法 喔 好吧